哈喽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 昨晚E-Star和狼队的比赛,充分验证了一句话 之前一直有网友说 小胖不出,花海无敌 很多观众都想验证一下是不是真的 结果昨晚打完发现不是这样 E-Star 3比1赢了狼队 要说这场比赛最亮眼的仔 既不是花海也不是小胖 反而是青龙,他才真正成了主角 第三局青龙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叫顶级火舞 开局首野区就拿到三杀 后续人群中秒掉萌芽 轻松拿到MVP 第四局的王昭君同样亮点十足 大家可能都认为王昭君没什么操作 但青龙硬生生拔高了王昭君的存在感 他多次冻住对面太乙,单杀干将 要到公孙李逃不脱费冻住的命运 很轻松就赢下比赛 青龙仍旧是KPL最强中单 其他中路选手在他面前真的会黯然失色 而狼队这边的发挥就有点明了 估计是太想证明自己 尤其是小胖 如果能击败E-Star就能坐稳野王的地位 每一局狼队都想进E-Star的野区 不管是亏是转都要进 结果就比较上口 被E-Star拿捏了 狼队就是被自己的执念误导了吧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青龙的表现呢 不着急